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如這個圖 這個矩形ABCD中 AED是等於6 然後AED是等於8 所以斜面應該是10 因為這是一個矩形 這是指角 李鴻碧是定理 我曉得這是10 好,那他現在說 EF EF就是這個 EF 他是說跟VD互相垂直 且交什麼呢 隨時VD與P 這一點是 與P 交AED AED與E 然後VC與F 那麼他問說 EF這個長度多少 EF這個長度等於多少 那麼怎麼做 我就把這個平移過來 P P過了 這是一個平移四邊形 所以這兩邊一樣 那我現在算這一邊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兩個三角形會相似 都直角三角形 然後我們曉得說 EF 這個是直角 這是直角 那現在的話 就是說 EF 這個 我們看 嗯 這個加這個90 這個加這個90 因為這是直角 所以這兩個角一樣 這兩個角一樣 這兩個角一樣 好,那這兩個角一樣的話 我們來看看 這個 他問的這一邊 這一邊 這一邊是等於這個三角形的斜邊 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大的三角形 這個大的三角形 這個角度的對應邊是8 那會等於這個大的三角形的斜邊是10 那會等於這個小的三角形的斜邊 這斜邊的話 實際上就是EF 或者叫做F' A' 那A'就是B' 那這樣我就可以約掉 24的8 25的10 2的4 23的6 那A'等於多少呢 等於2分之15 所以A'是等於2分之15 多分啊 4 4 5 8 6 5 4 7 8 9